我们分享一个上热下寒的一案分析 那么这个上热下寒呢 实际上是一个体质 是一个简称 这个上热下寒呢 主要是指这个人体的上半部容易热 像这个特别是头面部 容易长痘痘啊 头上这个油多呀 然后口干啊口苦啊 或者是有的人经常会出现口腔溃痒啊 刷牙 牙齦出血啊 一些这样的症状 那么下寒呢 主要是这个下半身啊 是寒凉的 特别是腿和脚 有的人啊 一到了天冷啊 冬天的时候 手脚都冰凉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这个大便啊 大便也是经常吸汤啊 大便不成形 这段是他的一个表现 那么有这种上热下寒的体质啊 这种人啊 他出现这种上热下寒 我们说啊 他这肯定是什么 这个上下啊 这个阴阳不能够交通 那么这个原因呢 很多人都是在在宗教啊 宗教出现了问题啊 就是上下不能够交通 我们说这个心火不能下移啊 温暖渗水 渗水呢 不能上济 镇压这个心火啊 导致了上面热啊 下面确实凉的 就是我们这个阴阳一个失调 那么今天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女性啊 她是35岁啊 她是35岁 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啊 这就出现了这种上热下寒的体质啊 已经有这个将近七八年的时间了 那她来诊的时候呢 主要症状啊 就是口干口苦啊 就是嗓子啊 干特别早上起来啊 口干啊 口苦 另外呢 就是经常这个口腔溃疡啊 就是很容易反反复复发作 然后呢 就是心烦易怒 心里面这个很烦躁啊 就是爱发脾气 然后睡眠也不好啊 容易做梦 她呢 就是腿脚特别凉 腿啊 就下半身啊 下半身特别凉 特别是脚啊 凉 就是夏天的时候啊 基本上不敢穿裙子 再就是容易便堂啊 就是这个大便啊 总是不成形 看她的舌脉啊 舌蛋脉呢 是一个沉弱的一个脉象 那么我们来分析啊 她这个上面啊 上面这个口干 口口口口腔溃痒啊 心烦急躁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上面有热的一些正相 我们说这口干口苦啊 热灼金伤 口腔溃痒啊 也都是一些热相 特别心烦啊 干火心火啊 都有 干火上野 心火上野 然后睡眠也差啊 睡眠差的也是跟她这个热扰心神呢 也有关系 然后就下身呢 就是凉的啊 腿脚都是凉的 那下面是寒的 然后呢 容易便堂 容易便堂啊 这一点就是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脾虚 脾胃还是有点虚 所以这个死不化啊 失邪下注 所以导致了这个变堂啊 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啊 他看这个上日下寒 他都是宗教堵塞 就是失邪拥堵的宗教 我们说这个什么 这个心火啊 心火在上 然后呢 肾水在下 如果宗教堵塞的话啊 心火不能够照耀肾水啊 不能温暖肾水啊 肾水呢 又不能上计啊 去去这个镇压心火 所以导致了这个 他这个上日下寒体制这个发生啊 所以很多人都是宗教堵塞引起的 所以我们辩证啊 这个就是上日下寒的一个体制 然后呢 属于心肾不焦 所以治疗上呢 我们就是清上啊 清上面的火 温下啊 温下面的水 然后呢 交通心肾 交通心肾的方法啊 主要就是在于健脾 脾主升清 胃主降足 这个清气啊 随着这个这个肾气啊 随着脾的升清 渗水上 上计心火 心火呢 随着胃气的下降啊 温暖身水 重点呢 还是要健脾啊 使这个肾水上升啊 心火下移 我们就要交通心肾啊 重点其实也是 还是在于健脾啊 这个脾啊 脾胃啊 我们宗教就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 必须把这个枢纽给它促通了 那么放药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经典的方子 上寒论里面的一个经方啊 用这个柴湖贵制干姜汤 这个柴湖贵制干姜汤呢 实际上是一个治疗绝阴病啊 绝阴病就是这个上 上日下寒的一个一个正向 绝阴病的一个常用方计 呃 这里面又有有柴湖 可以清上热 贵制的干姜呢 都是可以温温温下寒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啊 又加了一些健脾和胃 然后这个患者呢 用了两周的时候啊 这口肝和口腔溃痒 就明显的这个这个减轻了 口腔溃痒已经好了很多 随着啊 这个这个上下这个开始这个交通啊 他这个心烦易怒啊 多梦啊 他有这个推脚梁啊 等等这些症状 还有大便这个糖 都在慢慢的缓解